大家好 我們當時又可以在這裏跟大家一起來分享我們的話語 讓我們今天會一起來看一段經文 是進展在《使徒行傳》第十一章 《使徒行傳》第十一章的第十九節到第三十節 讓我們一起來翻到這段的經文 翻到以後 我們可以一起來《使徒行傳》第十一章 第十九節到第三十節 好 我們來 《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基尼瑞 他出去走到阿弥陀佛的恩寺 他到了那里 大姐神所赐恩救他自己 劝语所有人 命运心事 无所套主 这般阿弥陀佛的事的阿弥陀佛 所以救命充满他的信心 于是有所人的佛耶夫人之主 他用了大树去找找我 找找了又带他到阿弥陀佛去 他们有业人的功夫和教会力去 教训了很多人 能够充满他的信心 是从阿弥陀佛的事 当大先日 由此类先知 留下了下到阿弥陀佛 也听受了一位 他能够站起来 这些圣语是天下将有的大计划 正是阿弥陀佛的联佛 于是 你必须依照个人的力量宣言 送去公主 住在如太尔遂修 阿弥陀佛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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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大受伤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以赐下这个好贵的话语 让这件在安提阿所发生的事情 摆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再可以录一幕 从这段的经历里面 主礼给我们的教 让我们注持着一颗 谦卑敬畏的信和灵兽 让我们老手带我们一下的信息 让我们祷告主耶稣的领求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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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阿弥陀佛 终于我们教会上职堂 我想这个是 在教会聚会一段时间的 弟兄姐妹 都是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们的电视在两天 一一年的时候 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象 就是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职堂 当时教会的长老们 牧师们就把这个意象传递给 在当时的会众 这个意象一直到今天 仍然是静点职堂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我想很多次的 跟弟兄姐妹的交通里面 我们看见 弟兄姐妹其实对这个职堂 仍然非常有很大的负担 那我们在不论是联会 或者是我们一些 村底下的交通 弟兄姐妹常常都会问到 我们教会什么时候 要旅行 当时我们对教会 所取诺的这个计划 终于我觉得神给我们有恩典 按照自己的时间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将会真正的踏出这一步 那我们可以说是过去几个月来 已经为这些事情做了很多的储备工作 那有很多的事情 正长老还有他的团队 已经做出了安排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作为弟兄姐妹 在这些事情上面怎么样去回应 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个星期开始 一直到十一月底 直到他们职堂正式开始 十二月六号 那一天 我们会用四个的主日 来跟大家分享职堂 对于我们的教会 对于弟兄姐妹 还有对于神的代理 我们有什么的教育 那在这方面 我们希望用讲台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职堂的这个地下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特别的 为这些事情祷告 你知道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出去跟他们一起去职堂 但是这个新的教堂 也是我们教会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即使没有跟他们一起出去的话 我们应该在这里 也是用我们各种的方式来支持他们 让这个职堂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对他的门徒 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发出了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那里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大使令 当这个大使令被颁布以后 所有他的门徒都领受了 而且把这样的使令 一直的传递下去 让更多的人 可以按着主的吩咐去做 那这个大使令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令 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 来 以耶稣进行来 对他们说 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利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十万一所我们的徒 多福福此圣经的名 给他们施洗 而若所分付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尝语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年 这个大使令里面 我觉得有三个部分 是要特别的去看 去领会的 第一个部分 就是他在一开始 就讲到说你们要去 这个的命令 或者这个的护照 是非常特别的 尤其是对当时犹太人来说 他们是要去 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整个的历史里面 他们如果要进化神的时候 他们要怎么样 他们要来 来到哪里 他们的护照是要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的护照是要来到圣殿里面 他们要进入到至圣府才可以跟神前进 可是在这里 耶稣所发生的护照是要去 不单只是要去 而是要去 只卖民作为他的门徒 作为耶稣的门徒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 不单只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 不单只是这些犹太人 而是包括了所有的人 包括他们所藐视 或者他们所隔绝的这些外邦人 都要来成为神的徒 都要来成为耶稣的门徒 这个的护照是对整个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最终 他一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的方式 不只是来到圣殿里面 来到聚会的地点 才可以与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是要你们去 去到跟万民在一起 在那些还没有接受的人中 神都要与你们同在 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念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所以当时的门徒 他们领受了这样的方向 他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指示 他们就去做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这个大使力实实是推展了整个 基督教和宣教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宣教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想我们下来 以下的两张图表跟大家 他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 基督教的影响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基督 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宣教的一个研究的机构 他们做出的一些调查 所以这个宣教只有在19世纪 就是1800年19世纪开始的时候 才有这样的数据的调查 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看到这幅的图表表 就是了调查之民所占据整个世界的人口的百分比 也就是说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听过福音 所以在19世纪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见差不多有75%的人 也就是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 是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 可是就在过去的200周年里面 我们看见这个数字极数的在下降 所以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 就是1900年那点上面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一半的人 已经听过了福音 不代表他们接受了福音 而是他们听过了福音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一半的人 听过了福音 那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 我们看见这个数字仍然在下降 到了差不多1995年 1970年的时候 那个数字已经到了45% 可是在过去的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看见在过去的50年里面 这个数据再一次的几度的下降 到从45%到30% 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里面 我们看见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主要的原因 这个调查的结果是说 因为有很多的宣将机构设立 而这些宣将的机构开始去参加 这些宣将是到世界各地 尤其是那些比较少有人去的地方 比较落后的地方 在那种地方里面 这些宣教士就为他们传福音 所以即使是在这种偏远的部落里面 我们也看见福音也被传开了 所以这个数字仍然在下降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如果我们按这个曲线去延伸的话 从2000年到2005年50年的话 这一段50年时间 如果我们按这个曲线继续下降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现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听到了这个福音 这是非常兴奋的事情 可能那时候主就回来了 2000年50年 可是你猜一猜 今年2015年 这个数字在哪里 如果你要猜的话 这是真正的数字 在2015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跟2000年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在过去的15年里面 这个数字没有太大的点少 基本上是停留在差不多30%里面 而且这个调查他们发现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在2050年的时候 世界听过福音的人口 仍然会排回在差不多27到28%之间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 在我们有这些 我们在过有生之年里面 这个数字不会有太大的转变 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下 那到底为什么 在2000年之后 这个数字就停留不变 也没有更多的增长 为什么福音没有再更远被传出去呢 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这个报告中提到 就是说 因为在很多的地方 尤其是在那些回教的国家里面 他们的收长率 是远比有听过基督教 或者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的人要多 所以他们的出生率远远的超过了我们 在西方那些国家 或者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里面的人 还要多 所以他们的成长 其实是制造了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所以我们看见 在这个人的情况下 有很多的机会是我们错过了 如果我们不再将福音 用一些更新的方式 或者我们不用 用一些特别的方式去传播的话 这个人口不会减少 而且我们会辜负了主 主给我们的这个负担 就是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万人众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 在我们讲到职堂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或者是我们做宣教的时候 会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在圣和西这个土地上 这一块地上去传我们的福音 为什么我们要去那么远 难道这里没有传福音的机会吗 难道只有去法拉奥 或者其他的地方 才有传福音的机会吗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总结我们的负担 不是要我们在一个 已经听过福音的地方里面 继续地传 我想这是一方面 但是有另一方面 是不是还有些地方 是福音没有接触的 而且人口增长很快的地方 如果我们不去 把我们的心 放在这些人身上 这些未能之人身上 他们的下一代 可能也没有机会 生到福音 他们的下一代 可能也没有机会 生到福音 所以我们错过了一个很大的火场 我们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 所以并不是今天我们去祠堂 是要放弃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机会 而是我们要去得到那些还没有得到的人 是他们有机会 也可以得到福音 是他们有机会 让神跟他们建立一个如此的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是要去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当我们去看到今天所讲到这段经文 安提拉教会的时候 在很开始的时候 他讲到说那些因私底法是 是当患难四散的能够之人 当菲利吉和赛博斯并安提拉 我们看见教会最开始的一个成长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件 导致这个教会的四散和成长 就是教会是受到逼迫 教会的领袖受到了攻击 甚至遭到了患难 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了私底法 因为受到了逼迫患难 所以他其他能够看见同样的事情 他们就到处去了 走到不同的地方去 那这里我们看见 这一句话其实是回应了 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 他就记载了这一件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看见 他在修行的第八章的第一节那里 他说 从这日起 年度上的教会大作逼迫 除了是福以外 人口都分散在犹太人 犹太人、沙法尼亚各处有虔诚的人 把私底法律上的 对他学生大夫 早就去残害教会 各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肩 让些分散的人 各处去传道 所以我看见 这个对教会的一个逼迫 迫使了这个教会不断的困难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是对于教会的困难 因为在第四节那里 他特别的讲到 那些分散的人 这些人往各处去传道 所以这些人被分散以后 他们不是去到一个地方 避开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或者为了保存自己的信仰 就留在自己家里 而是这些人 当他被分散之后 被逼迫分散之后 他是到处去讲到、传道 到处去把神的福音 被传给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看见这件事情 推使了这个教会的一个成长 它就一直成长到哪里 你看到这一幅的地图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幅的地图让我看见 当时的一个 这个基督分布的一个法图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右下角这里 右下角这里 有耶路撒尔 这里就是他们的主要的教会 就在这里 可是他们就分散到各个地方 刚才我们提到 有安提亚 有菲利基 还有赛博斯 就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岛 所以我们看见 这里分散了很多的地方 那安提亚是什么地方 安提亚其实是当时 在叙利亚的一个首都 就是叙利亚的首都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安提亚可以说是 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 第三大的城市 就除了罗马 还有这里的 哪里三大岛外 就是在整个的罗马帝国里面 最大的 第三大岛的城市 它已经在这里 遍了很大的融合 这个城市的经济非常发达 而且这个城市 是各个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见 这些使徒 这些文徒被 被驱散到各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就在这个安提亚这个地方 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教会 可是当这个教会被设立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一个的情况 也就是在第十九节的下半度 那里他说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儒太人讲道 我们看见 这个是当时教会 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情况 因为就是这些的门徒 他们大部分都是儒太人 他们被分散到世界的各地去 可是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他们只对儒太人 他们把自己的民族 跟其他的民族 还是划分得非常清楚 所以当耶稣即使 当耶稣开始了 他的教导 让这些门徒 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可是我们看见 这些的门徒 虽然他们被驱散到世界的各地 可是他们并没有尊崇 耶稣给他们的教导 当然是把福音 只是传给他们自己的人 就是儒太人 可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看见 那二十年上 我们在那里中 有赛普洋孙和五位大人 他们到了安提亚 他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我们看见 这里有一些人 这两个地方 可能我们都不太熟悉 圣经里也没有记载 到底这些人是什么人 连他们名字都没 肯定他们不是大使徒 他们不是教会里面 最重要的领袖 可是就有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去看 刚才这幅地图 我们会发现 古利赖是在那里 也在这个 左下点这里 赛普洋师 里安提亚的地图 但是古利赖 从这里到安提亚 这里差不多有八百里 所以直走的话 如果船直接行走的话 都是有八百里这么远 所以是一个距离非常远的地方 可是就有人在这里 有基督徒 在古利赖和太普洋师的人 愿意去到安提亚 在那里去传讲主耶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最开始 在这个教会 愿意把这个族 去散播给这些外邦人 希腊人 还有其他族的人 是谁 就是这些不经传的基督徒 并不是教会的 这些基督徒 不知名的成长者 他们就去到安提亚 把福音带给他们 带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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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过去 去年 是我们教会四十周年的切点 是我们四十周年的记点 这个时候 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去维护 我们教会的历史 我们教会在这四十年内 其实做出了很大的发展 有很多方便 我们都变得更健全 我们从本来只有复堂 变成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礼拜堂 我们有更好的崇拜 我们也有很多的事工 我们也有小组的事工 我们也有很多爱的字 它本来是拉丁 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to stay 是一个拆派 所以我觉得更正确的 Mission Department 作文翻译应该是 应该是拆除 这个是一个拆传 当然我们有传福音的那一部分 但是也应该是有拆派的 所以我觉得直行 跟拆派宣教士 都是包括在这个范围 就是要拆派 今天我们拆派一个圈 是隧道的一个地方 是我们教会支持这个隧道 是拆派到那里 我们今天去另外一个地方 用这个堂 也是拆派了一些弟兄姐妹 是我们检森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去到一个地方 去在那里指导 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公文 Evangelism 就是Mission不一样 传福音 我觉得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族人 可是拆传是教会的族人 拆传是我们今天作为教会 必须要有一个方式 当主耶稣来到几个号 我们最熟悉的这段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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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爱世人 甚至将能把他都生死自己的 让一切信他 不信他放肯定有神 那是第十七节 那是第十七节 讲出了原因 他说 因为神来猜浅他的儿子 这样是 神 耶稣基督 如果耶稣基督只是要他死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如果他死了就够了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神猜浅他的儿子 到世子上 所以耶稣 他来到这个世子上的楼点 是什么 是奉了神 父神的猜浅来到世子上 要把这个救赎带来 所以当耶稣 跟父神祷告到里面 他有一句话就是这样 他说 你怎么样猜浅 我也要怎么样猜浅他 所以当耶稣 放了这个父神对他的猜浅的时候 他就把这样的猜浅 放在我们的基督 所以这个大使命 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猜浅 要我们去到其他的地方 去到世界的各地 去到地界 去灭 所以是一个出去 是一个被猜浅的身份 我们在哪里都可以 但是我们 是被神祖偷 去猜浅 到一些地方 去为主 在那里建立教会 甚至培养门徒 在那里 把主门爱戴 所以今天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工作 就是去猜浅 我们希望 今年是我们可以 走出的第一步 但是我相信 当我们走出了这一步 当我们顺服神的待遇 然后 神会继续祝福 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 去执堂 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 去猜浅 去猜浅 去猜浅教师 让我们教会 可以一起 来 理行神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 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他不是凭空想象 而是他的子弟 是从父神来 他要像他一样 被猜浅 去到那些 为我们之间的当中 虽然 这个不是我们 最习惯的东西 我记得 我们最开始 讲到宣教的时候 讲到人堂的时候 是两千一年的时候 已经适合了 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 还没有自动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都还是在这儿 没有自动 我想弟兄姐妹 一直在询问我这个问题 我们也为这件事情 祷告思考 但是我相信 神有祂的时间 祂把适合的人权 祂把适合的地域 祂把适合的时间 放到的地方中 要带走 走出这个地方 在这里我们看见 这些人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的主要是什么 但是他们愿意 把神的福音带给他们 所以在这里 特别讲到 他们就向希腊传讲 耶稣 你知道 但我们在跟这些 耶稣基督是假变成的 耶稣基督 给他们这个动力 出去 所以当我们去植察的时候 并不是来宣扬 我们这个中华圣族 圣洞心中华会有多么的好 我们的崇拜中的好 我们各样的东西多么好 你看我们的人多么好 我们去到那里 即使人家不认识我们 也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 他们有机会 可以听到福音 这种机会 可以认识福音 当这件事情 做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这里 他就说 主与他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 就很多 信主的人就开始增多 神就祝福他们 那这个时候 接下来我们看见 教会的反应是什么 在这里 第22个 连带里说 这风声就传到了 耶稣基督教会 人的修 他们就打发 把巴拿巴 走到安提昂基督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 他们 教会听到这种事情 他们 首先做的一件事 就是拆派 他们拆派了 他们当中的一位 这个地区 巴拿巴 睡到那儿 去帮助他们 巴拿巴 是什么 巴拿巴 并不是一个使徒 他在教会的地位 可能并不是很大 没有像保罗 比尼格 约翰 这些古德使徒 有这么高的地位 他是一个人必修 但是我们知道 在圣经的记载里面 他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首先 他的名字 巴拿巴 就是劝慰子的意思 他很会劝 很会安慰他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巴拿巴 跟保罗的建设 是有很大的差距 巴拿巴 是一个以人为主 他是一个 他首先想到 就是人 人的需要 他首先想到 是怎样去安慰 怎样去主力 怎样去帮助保罗 虽然他也有这方面的努力 可是他更重要 是一个赤宫的主项 所以我们在后面看见 当他们两个之间 产生生死了 以后 巴拿巴会选择 去接纳一个人 和保罗会选择 去做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 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里 教会当他在检训的时候 他就选择巴拿巴 去到这个教会 去帮助他们 为什么选巴拿巴 因为在那个教会 我们知道 开始的时候 然后犹太人 跟外邦人 就是希腊人 可能他们之间 还是有些不同 所以当这个 巴拿巴去了 然后他是要去做 安慰工作 是做一个柔虎的工作 所以把这两种 两种不同的人 可以让他们逐时间 在逐一个教会 一起进化 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巴拿巴 他有这样的客人 他有这样的一个性情 以至于他被拣选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他不像宝博 那么有智慧 不像宝博 那么有知识 不像宝博 那么会讲道 那么有福利 可是神仍然用他 因为在第24节 那里他说 巴拿巴原始的皇子 被圣徒出了大有见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付 所以我们看到 即使他没有宝博 这么有福利 可是神仍然用他 使他在那里带来信 当巴拿巴知道自己的能力 跟有限的时候 当这个教会在不断成长的时候 他就想到 他需要有人去帮助 那他想到 当他有这个面图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宝博 所以在第25节那里 他说 他用大树去找宝博 然后就带他到安徒亚去 他们所有第一年的公布 我们教会第一种的聚集 教秀里面 所以我们看见 在这里 巴拿巴以他自己的任务 他以他自己的身份 他可以做一件事 但是他不可以做什么事 所以当教会在徒长的时候 他想到 他需要得关注 所以他就想到 所以他即使宝博 当时已经被 雷鲁桑教会的一些人给赶走 而且去到这个大树的地方 他仍然去到那里 把他给教会 带到教会 他们可以一起做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美好的见证 也就是说 神在不同的时候 会用不同的人 去为他们教会 就此事 我们看见在这里 巴拿巴扮养的讲座 跟保佛幻养的讲座 非常不一样 当巴拿巴跟保佛在一起的时候 巴拿巴多数 他不会讲座 他不会去讲座 他不会去讲座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去建立新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也会想到 到底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成全神的事情 我想神有他的自己的准备 所以在我们这个周报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 我们这些弟兄们 他们愿意被祖所救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专长 在理解的事情上面 我想上一个星期 圣上朗已经讲过了 他们在一个部分上 都由他们自己的专长 他们所读得的范围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高兴 有这样的团队 愿意出去 愿意组成一个团队 出去 去为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见 神在这个时候 正用这些人 去送祂的诗 可能这些人 并不是我们常常在讲台上 所见到的 可是神在那个时候 混用的 所以巴拉巴 他在这儿 就做到了一个劝贵的工作 保博 就做了一个教导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见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 在那里有很多人的信 而且 而且 阿里亚 教会里面的人 被称为基督徒 这个是一个非常 特别的事情 因个例 在这个之前 其实犹太教跟基督教教 没有分别 当他们看见犹太人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他们是 属于基督徒 所以犹太教跟基督教 是不分开的 可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不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这些人却被分离出来 而且给他们一个新的补称 就叫他们做基督徒 所以基督教 可以说 基督的教会 基督教的教会 是这样的 第一次开始 基督教 因为这些人 第一次被教做基督徒 所以这些人 他们看见 是跟完来的那些 在会堂里面的那些 犹太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不是属于那些犹太人 犹太教会 他们是另外一种 所以就叫他们基督 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 跟随基督徒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他们会高举耶稣 他们会高举基督 因为他们 他们人生 他们整个的世界 就在耶稣 建计在耶稣基督上 所以当这些人看到 这些外边的人 看到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就给他们一个新的补称 叫基督徒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内衷事件 在这里我们看见 今天虽然我们说 叫自己 最开始的时候 接下来 这里记得一件小小的事情 我觉得 虽然 这不是一件大事 可是 圈之六 在第十一章 二十七年 在这里开始说 当那些位子 有几位先知 徒耶罗撒尔 下到安迪安 这中有一位 叫雅加度 站起来 借着圣灵 指徒天下 将有大饥荒 于是门徒定义 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 供给住在罗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献 说 八道八道扫头 送到众子上 所以我们看见 是谁给谁钱 是安提阿比 耶路撒尔 还是耶路撒尔 安提阿比 所以是这个新的教会 去贡献给母 他的母会 在耶路撒尔 在罗太的弟兄 教会 你知道今天 在我们讲到折堂的时候 总之那边还是很简朴 人类很担忽 设备很不齐全 有很多需要的地方 但是我真的有个心愿 我心愿是每天那个教会 要比我们教会更大 在佛老婆的教会 在那里的教会 用更被神使用 在那个教会 我们看见 会有更大的事情 神要他们做 他们要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教会 甚至超过我们这儿 所以我还是会认真 我还是对这个教会有很深入的感情 我很希望看到这个教会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拆探 不断的阻挞 但是我们更有一个心愿 因为我们所执出去的那个教会 那比我们现在这个教会 要更能一样 核心这个中心 已经不是在耶路撒冷 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 这个基督教的中心 已经向外出 神在处使这件事情的发生 他用一些不精准的 用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在处使这件事情的发生 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回看的时候 你不知道为什么 神要用这种教会 或者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为什么我们把耶路撒冷 教会变得更多 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想到 你知道今天 在这里 安提亚的教会在哪 当时在建这个安提亚的教会 以侯所的教会在哪 老底家的教会在哪 其实这些在圣经里面 被提及的教会 大部分都没有 很多的教会都已经过过了 可是我们看见 基督的福音 没有被停止传言 而且只有更大更大 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人 越来越多 听到福音 所以今天我们所在乎的 这并不是我们最速度强烈的 这个具困 而是我们要自奉加代表的 就是神的这个教会 神的教会是一个无形 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 你这个有句话是这个 我信 大乎公主教会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是大乎公主教会 如果是英文的话 其实我们更大乎公主教会 就是Cathlet Church 这个大乎公主教会是什么 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 坐着看到的是一个有形的教会 是我们有建筑物 我们有人在这里 一起建筑的教会 可是神所重视的那个教会 是那个无形的教会 这个无形的教会 就是所有他的信徒 都是基督的信徒 不只是在我们小小的地方 才叫做基督的信徒 所以当我们要传讲福音 当我们要思想 神的福音的时候 神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 神的目标是比我们的眼界更加快 他不只是要我们在这里 享受跟他的情境 而是他的心灵 是要是万全做的 所以今天 当我们在这里 要去直谈的时候 我希望 不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会去到那边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心去 就是说 今天我们所走出的这一步 会带给我们将来更多的机会 让我们更多的持人 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地球姐妹 愿意把自己的时间 在生命板上去背出祝福音 去到一些 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计划的地方 如果任何弟兄姐妹 对于我们学堂 有任何的想法 都可以跟我们说 已经有人在跟我说 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暂时 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暂时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何 我们今天值得第一个堂 不代表是最后五次 而是我们希望这样子的工作 这样拆开的工作 这样拆除的工作 会一代一代继续下去 让我们这个教会 成为一个废实的使用 一个拆除的 一个废实的使用 完成它大使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